石浩在与芸汐的新婚之夜 彻底斩断了关于青衣与火灵儿的所有执念 这才得以正式踏上了成为至尊的道路 书接上回 当石浩在禁区之主的市井下及时行转后 他重新回到石村渐渐放下了修炼 并遗忘了各种神通秘书 这一次石浩真正做到了自我解脱 抛弃一切 暂时脱离修真界回归到了凡人的身份 时隔多年 秦一宁再次就是重提 对石浩说道 孩子 如今你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吗 执念为何还是那么深 我与你父亲是真的希望你能够结婚生子啊 石浩文言叹息道 原来在结婚生子方面 我都是顾虑重重 没有放下 看来这便是我执念太深的根源所在了 石浩在沉默了很久后 他的眼神变得清澈透亮起来 似乎是想通了一些事情 最终对着母亲说道 我可以成婚 只是不知芸汐她愿意吗 秦一宁恶然而后惊喜 急忙说道 我明白那个孩子的心 她肯定愿意 否则又怎会对你不离不弃 在你身体出现大问题时 跟随你一同下界 石浩默然 点了点头 有些是非常无奈 可总要做出选择 不久之后 秦一宁找到了芸汐 希望她能够嫁给石浩 芸汐虽然早就有所察觉 可当亲耳听到这个明确的消息后 心中还是有些慌乱 她不知是否该答应 原本她追随到下界 是为了能够照顾修为被废掉的时候 可怎料石浩不仅道行没有丢失 反而越发强大 时至今日依旧很健康 她并未能亲手照料石浩 也曾经多次想过就此离去 可都被秦一宁给拦了下来 理由便是石浩还未彻底摆脱折仙咒 随时都会废掉 而今天秦一宁更是直接告知芸汐 希望她能嫁给石浩 芸汐回首过往 她可以确定自己是喜欢石浩的 跟她在一起曾经充满笑语 只是天人族的一些 就是如同一柄利剑 割裂了很多美好的画面 并且芸汐还知道石浩 绝对不止一位红颜知己 最起码她就知道有一个火灵儿 虽然至今生死不明 可却在石浩心中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记 所以此刻芸汐的心情非常复杂 但也有些欢喜 在思索了许久之后 她终究还是同意了这门婚事 又过了数个月之后 石浩大婚当天 整个石村热闹非凡 各大势力纷纷前来祝贺 如今的石村再也不怕泄露所在位置 十足的孩子都已经成长了起来 甚至出了一些了不得的高手 就石村的整体实力来说 哪怕没有石浩 光是那群长大的孩子 就足以横扫下剑 不过今日的石浩仍然非常苦恼 她自语道 放下一切 心无执念 真的就能成为至尊吗 石浩知道她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如果不能尽早崛起 一切终将成为虚无 石浩又想起了禁区之主的事情 说她执念太深 要走火入魔了 故此她又重新平和心绪 放开一切束缚 包括曾经的一些情感 昔日所认识的几名女子 她们的身影也逐渐模糊了起来 可心底深处分明还有酸涩 差内见的初神 轻易的身影又浮现出来 这怎能轻易忘记 不过很快 石浩又将其无情积散了 她要忘却所有才能成为至尊 石浩再一忘 斩去了很多执念 可内心深处却是隐隐作痛 如果拥有充足的时间 石浩绝对不会选择 以这种方法成为至尊 然而一念散 一念又现 石浩心头又浮现出了火灵儿的身影 打破了固有的执念 却又埋下了更深的念 那火丧树下默默等待的身影 似乎又成了终身难破的念 再次将其击散坚决地迈出了那一步 此刻的她目光平和 看着喜庆的石村 终于下定决心走向了 那正在等待着她的少年 这一日 石浩成昏了 村内热闹无比 人们推背换展 并且武色却也闲着一只 洁白如玉的小顶 扔在石村 而后转身又跑了 石浩清楚记得那口小顶 是当年七神下届时 她带着村中的一口铜顶前去 结果那口顶破裂 露出了一只洁白的顶 只不过最后那口白顶 武色却给带了回来 只是不知这个小顶究竟有何作用 随后婚礼继续进行 武色却的出现只是一个插曲 人们再次陷入到了 欢乐的氛围当中 秦一宁与石子凌也算是如释重负 石浩大婚了结了 他们的一桩心事 老组长石云峰也在开怀大笑 石村新的环境 让她的深感也越发硬朗起来 到了深夜 石浩与芸汐的洞房 在一处小院内 这里如同室外桃园一般 他们两人对面而坐 非常安宁 没有任何话语 芸汐望着石浩虽然表面上非常平静 可心跳的却非常厉害 然而石浩却在回首过往 许多就是浮上心头 没想到最后陪伴在她身边的人 竟然是芸汐 她的心情十分复杂 有怅然 有开心 也有一些失落 因为心中另有身影要浮现而起 让石浩感到悸动 曾经激散的执念 竟然又蠢蠢欲动了起来 她想起了补天道 不是要送轻衣下界来与她团聚吗 为何迟迟没有出现 而火灵儿也再次从斩散的念头中 重新聚集而出 突然间石浩墨地一阵 大喝道 最后一斩 不计代价 旁边的芸汐一脸茫然 她的道理竟然在新婚之夜开始了顿舞 紧接着芸汐看到了石浩各种执念从体内飞出 并化为模糊的影子烙印在了虚空 绕着石浩开始转动 那些烙印中有焦黑的柳树死在那里 有大长老的悲壮落幕 有火灵儿被安兰抓走时的场景 还有轻衣与月缠的容炼异品 各种执念被石浩从体内逼出 让他们没入到了长空之中 最终石浩在新婚之夜开始了闭关 她如同石像般一动不动 像是千百年如一日的聆听天地诵经